第668集 几代圣主没有多说什么 身影一闪先后消失 不少人见到这一幕更加的不敢久留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留了下来 第一次见到不死山都充满了好奇 都在认真的打量 甚至有些胆大之人向前走去 在禁区边缘挖出一些黑色的岩石 准备带走 唰的一声光芒一闪 不远处的山栏上出现一条高大的身影 一头金发格外的醒目 手中持有一杆黑色的大荒疾 英式狼骨桀骜不逊 土飞小声说道 矜持小鹏王 李黑水咕弄 跟随我们在这里干掉他算了 反正他总是想找叶凡的麻烦 与其如此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算了吧 杀了他的话 受缘不多的老鹏王肯定会疯狂的 现在他不招惹我们 就先不要理会他 矜持小鹏王也是如刀 自然见到了叶凡 手持大荒挤杀气腾腾 似乎很想飞过来一战 可是 见他身判这么多人 最终冷哼了一声 黑黄叫板 小鸟你别不服气啊 下次当心烤了你 强强强的 金翅小鹏王浑身射出成千上万道金色的剑芒 十万八千剑璀璨多目 让他看起来如一轮金色的太阳一样 金翅小鹏王声音冷漠 那只狗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眸光如见野性十足 盯着叶凡 你马上就要死去了 不知还能否一战 我很想亲手敲断你的骨头 你如果是个短命鬼 会让我很失望的 鸟人 你真是狂上了天啊 上次被殴打了一次还没有长焦虚吗 上次我自负手脚 这次我天蓬在变 身体又如何 我一定要土掉 捕救我的大地之路 金翅小鹏王一如过去 自负无比 整个人有一股魔性 他们这样对话 多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如今所有人都不想招惹末日圣体 生命无多 他什么都干得出 没有想到 金翅小鹏王却敢挑衅 原来进入了画龙秘境 怪不得如此嚣张 土飞吃惊 金翅小鹏王终于是突破了 打破了桎梏 像他这样的人 一直以来都是与妖光圣子相提并论 被认为是年轻一代 最强大的几个人之一 如今步入画龙秘境 可想而知 他的战力会达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行 想与我一战 你约时间我自奉陪 叶凡回应 进入四级秘境需要去物 需要不断的战斗 才会得到突破的契机 唰的一声光芒一闪 远处的山巒上又出现十几道身影 竟然是凤凰与一些年轻人 他们也闻讯赶到了这里 叶凡早有预感 进入中部地域肯定会遇到丰族的人 不想这么快就与凤凰相见了 他们见到叶凡也是一阵 一些人都露出异样的神色 其中有人小声说道 他进到了此地 难道 真的想进不死山 寻机缘续命吗 想进不死山 纯粹是招死 没有人能活着出来 他即将陨落 根本无法逆天 只能蹬死了 他还差我们丰族三百万金缘呢 看来没有办法还上了 真是晦气 一些年轻人非常不满 可惜了 我们丰族的那些缘 就是扔在水里还能听到一些响声的 结果白白浪费在了他的身上 叶凡笑了 三百万金缘确实不是个小数目 不过你们放心 我会还上的 那些人吃了一惊 没有想到叶凡的耳粒这样的敏锐 相隔遥远都能一字不漏地听去 凤凰婀婀娜如仙 听听玉丽 身绕五色霞光 头戴凤凰面具 淡淡地扫了一眼叶凡 我族圣主 早已说明 那些缘 不需你来还 我若是不还上 我怕天天被人揭短 不过 我对丰族圣主确实很感激 凤凰没有理会 转身向金翅小鹏王 来打招呼 恭喜彭兄 再做突破 我将与圣体一战 到时候 欢迎封公主来观战 好 突然 一声大吼传来 一座山巒 刹那崩塌了 那只小山一样巨大的龙马 再一次出现 眼睛如墨派一样巨大 翻出凶光 盯住了所有人 不久前 他曾与圣主大战 根本不落在下风 此时惊住了所有人 众人惊呼 快走 纷纷逃避 这是蛮兽王 与孔雀王等一个级数 是登临绝颠的存在 没有多少人可以抗衡 他拥有龙头马身麒麟脚 庞大的身子横空 一脚踩踏下来 顿时有一大片人成为血雾 永远的死去 山地中 更多的异兽出现 像是洪水一样冲来 截断了所有人的后路 有声有鳞片的巨鸟 有十几米长的巨大蚂蚁 有小山一样大的狮子 有人惊恐大叫 哇拉 此地无法横渡虚空了 道文高手也都胆寒了 是不死山的力量 他封进了空间的力量 不死山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所在 刺成一片天地 让周围的地狱都受到了影响 根本无法开启御门 这些异兽成扇形包抄了上来 想进行屠杀 不想死的话 只能逃进不死山中 不然的话根本没有退路 叶凡大叫了一声突围 这些异兽都疯狂了 眼睛充血 很可怕 显然是想灭掉所有人 他手持龙纹黑金圣灵剑 冲在第一个 与那些异兽对弓 想要逃出去 没有一只蛮兽 可以轻易斩杀 这些都是荒谷前 蛮兽王的后裔 血脉传承赋予了 他们极度强大的力量 强强强的 叶凡与庞博他们 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合在一起 也不过杀了五头一兽 自己都险些受伤 蛮兽暴动 当中不乏画龙秘境的强者 以及更高层次的兽王 如潮水一样涌来 他们悲赶吃力 另一边 金翅小鹏王与凤凰等人 合在了一起 也承受了莫大的压力 竭力抵抗 几乎一眨眼的时间 此地的修士都被灭了一大半 根本无法抗衡 最终只剩下了十几股力量 还在挣扎 叶凡 堵上了那只红色的大蚂蚁 长达十几米 跟红玛瑙雕刻出来的一样 晶莹闪束 但却凶残无比 拥有不可想象的距离 他不过画龙第一遍 但强大的力量 并不比叶凡弱上多少 这就是种族天赋神术 上古蛮王的传承者 神力惊人 不好 那只蛮兽王叮嘱了我们 那头巨大的龙马 显然是异兽中的王 悬在天空中 死死地叮嘱了他们 因为他们斩杀的异兽最多 坏了 这下麻烦大了 好奇心害死狗啊 千不该万不该追下来查看 龙马如山一样 灯烈虚空 俯冲了下来 庞大的身躯如一片云朵 在地上投下大片的阴影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他冲过来的同时 也扫了一眼 金尺小鹏王与凤凰 抬起了一只蹄子 轰的一声塌了过去 那片天地一下子崩碎了 丰足的年轻人死伤惨重 金尺小鹏王与凤凰速度极快 躲避殉疾 却也受到了波及 仅仅是风暴的边缘擦中 也让他们大口吐血 坠落进兽巢中 被淹没了 一夜凡等人倒吸冷气 这就是蛮兽王 根本无法抗衡 简单一击 毁灭天地 除非圣主来 不然没有人可以对抗 李黑水大叫着 退 快退 就是退入不死山中 也不能与这个兽王对上 不然的话 连一丝生的希望都没有 一夜凡抱起小楠楠 如飞倒退 磅礼黑水 土飞还有大黑狗 也都果断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冲向了不死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